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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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去死吧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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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以后会带我去哪儿啊 那是在云南的一个村子 半年前我去设计考察的时候 发现的地方 那里是世外桃源 有茂密的森林 幽静的湖泊 长着七彩花般的玫瑰花 还有会说话的五色鸟 真的有那么浪漫吗 那里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 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们去那里以后 你不能跟现在一样 过公主一样的生活 我会为你盖一座房子 按照你的喜好来设计 我们在那里自己种菜 种水果 我们自己做饭 像古时候的人一样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你放心 我现在的存款足够你生活一辈子 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跟所有村子里的孩子一样啊 在那里念书 上学 如果将来他想离开那里 也是他的自由 孩子只是借你的身体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孤独的生命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只要我们两个不要分开 永远地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一个世外桃源 做一对神仙夫妻 想想都觉得好浪漫 如果你在那儿待你了 咱们就回来 我爸的财产是我们的 我猜我离开了那么久 我爸他一定很想我 他会原谅我做的一切事情 我们不会回来 如果你想跟我私奔的话 你就不要想再回来 我讨厌这里 这里的回忆 这个城市的一切 你不要让我再回忆这些了 对不起 我不会继续再说 这些让你伤心的话了 我们现在就走吧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我只要有你就够了 那你答应我 最后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 伪造你的死亡 你得写一封遗书 告诉他们你要自杀 然后结婚那天 你就逃离婚礼现场 所有的人 都在找失踪的新娘的时候 你就来废工厂找我 我就在那里等着你 只要他们认为你死了 就不会继续找你 不然的话 他们肯定会发现的 以后 我们离开这儿 过幸福的日子 好吧 好啊 你的回忆让我明白 原来我有真正快乐过 能得到你的爱 是我这一生 最幸福的事情 可是现在的你 为什么不去证明 你自己的清白呢 就算为了你 我也要复活 我一定不会让赵千秋好过的 我要触摸到你 我要永远和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莫言 你能听到我说的吗 为什么你 快 夹的压力 夹的 爸 还在检查 医生 我太太怎么样了 病人的脑部 有过短暂的缺氧 再加上脑部原本的损伤 今天的病情有些恶化 很有可能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会成为一个植物人 什么 只是有可能 会成为一个植物人 以目前的情况看 这个定义还不好下 还需要多观察观察 好 谢谢你啊 医生 我的女儿 就拜托你们费心了 应该的 我先去忙了 杨秋 你等一下 有件事情 我想现在跟你谈一下 什么事 爸 想跟你谈一谈 你和我女儿的婚事 我已经知道了 我的女儿已经丧失了 生育的能力 你也是知道的 原本我想让你和她 早点结婚 更希望她能给我 生一个外孙 来继承我的事业 可是现在 成了什么样子 我知道 你的心里也很痛苦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根本再没有必要 为我的女儿 残疾的后半生而负责了 所以 我打算立刻解除 你们的婚姻 不 不管江丽变成什么样子 她永远都是我的妻子 不管她有没有生育能力 我永远都爱她 我的女儿 现在就躺在那里 她已经不需要你了 我打算 让她永远陪着我 爸 对了 我已经跟董事局打过招呼了 把你的名字 从股东的名单上去掉 不过 我会给你一定的补偿 千秋啊 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医院的事 会派别人来照顾 我 会派别人来照顾 空空空空 最后期限了 你的记忆找回来了吗 嗯 想起那天你是怎么死的了 嗯 那把经过告诉我吧 那天我逃婚去非工厂见莫燕 但是她没来 一个经过的混混 对我产生了非分之想 我拼命地反抗 她就拿出来一把刀杀了我 所以 我的死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不关任何人的事 不对 事情不是这样的 看来你还是什么都没有想起来 我其实从来不关心人的死活 不管你复活还是转世 我不过就是个领路人而已 我只是不想 这个世界上 再多一个失忆的冤魂 但也许有的事情 在冥冥当中 早已成为了定局 明天 等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的结局 就将揭晓了 vagy他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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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去死 去死呀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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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去死吧 去死 去死 莫言 为什么要这么对 为什么 住手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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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凶手出现了 我们把他制服了 好 马上就来 好 我知道了 好 同学们 现在开始上课 首先请各组的小组长检查一下 我上周给你们布置的作业 看有没有同学没有完成 我的习惠册怎么不见了 糟糕 作业 作业 我忘带了 没有完成作业的 自己站起来 你没完成作业 今天的课就用罚站来作为惩罚 不过为了不影响其他的同学 你站到教室最后一排去吧 好 好 谢谢 其他同学打开课本第七实验 我们今天看一下金属腐蚀与防便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看到铁制品生锈 铝制品表面出现白斑 铜制品表面产生铜绿 我的梦想是考上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 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那里很难考的 那就努力学习啊 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管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你考到哪儿 我也要考到哪儿 我不想跟你分开 我要和你在一起 每次拉着你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林青 今后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我这一辈子 就爱你一个人 毕业以后 我要娶你 听好了 你女儿在我手上 准备好五百万 我保证她可以安全地回到家 其实 那天晚上 我看到了你们 可是我还是爱上了你 而你呢 你爱的人是林青 从那天之后 林青变成了我最憎恨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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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